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麥克在 哈喽 麥克 Krystal 你好 你好 其實恆子除了今天數之前 三天之間累積都升幅到二千多點 現在這樣算是回套二百多點 其實是否都算不用太擔心呢 你看法又怎樣 暫時來說都會抱著一個平常心 其實我都同意的短時間內 港股升勢的幅度是很誇張的 如果你說有十月底 那時候是低位計曾經在一萬五千點以下 其實大大話說都升了三千點 甚至有些形容說 由低位反大超過兩成已經進入一個偶市 短時間內升了那麼多的話 所以你問我的話出現一些調整 不要說今天的二百點 就算你說再跌深一點的 拉近十天線或者一萬七千 這個水平都不是特別意外 我會覺得有幾個因素都可以預示不需要太擔心 一來就是因為其實九月十月 當時有少少恐慌性拋售跌得深了 所以今次反彈的幅度那麼快 或者那麼驚人的話 又不是意外的 另一方面的有一個良好的訊號 都看著港股近期近幾天的成交都出來了 其實你看到今天半天的成交都有一千億 甚至乎看回其他的數字 港匯、人民幣的匯加都見到近期是有一個很明顯的轉強 所以都會判斷為有資金進入回來 或者是回來港股或者是內地A股 所以現階段我會覺得今天好像上不去 或者去到一拍天線有一個阻力 但是都相信都是處於一個高位整固的階段 現在這樣看著就說 你就覺得今次只是算是回套了 不過就今天半天來講 成交雖然過千億 但其實比起昨天同一個時段都略為縮減了一點點 Michael 你覺得如果去到現在這些水平 那是不是真的去到現在可以就趁它回的時候 又再入市再駁這個反彈呢 如果真的駁這個反彈的話 真是再升空間或者水位還有多少 現階段我又不會這麼心急 就算真的調整或者是回調都好 那都是只是百多二百點 你再追入它的空間 未必說真的這麼直撥 反而看看帳面上有沒有個別的遲貨 如果我已經有低位反彈起了 或者帳面上之前撈了底的帳面已經有離潤的話 那我會覺得挨近18000點或者18000點 樓上都是分批慢慢沽貨去套現 那什麼時候撈回頭的話 可能參考十天線這個指標 那見到上幾次都是的 挨近十天線的話會找到一些支持位 也都可能會重新在那個水平上再彈起 如果你問我這一次反彈那個聲浪可以去到哪裡 暫時我會都有傾向一點點樂觀 因為你看著人民幣的匯加 或者是美元開始走逆 甚至乎加息那個預期 也都是已經沒有前兩個月那麼激烈 可能是通脹也都是美國各方面通脹也都是見了頂的話 所以這一浪我相信短期的目標或者年底前的目標 我覺得港股會有機會是衝上19000點 好 暫時看就說目標去到19000點 如果真的要入的話 可能就等它回回十天線 16800這些水平 阿米 這一節跟你談一下一些焦點股份 今天來說一些手機設備股 其實部分都跌得深 尤其是瑞星科技 去到中午收市都要跌一成 不過他就說給順宇光學去告他 有很多間子公司都侵權 瑞星方面他都回應說 就正在尋求法律意見 還有說有充分的抗辯理由 就是理據這樣說的 看到瑞星今天就股價來講 一度都是要曾經跌穿過十天線 不過去到中午收市都仍然是捱沽 其餘的信譽都要跌百分之三 優太都跌百分之四 阿米 你看這一宗消息 真是說被人告了 對於瑞星的股價來講 你看過還有多久要拖低 而且就說影響其實今天反映了多少 我會覺得整個潛造的影響可達很少 暫時來說公司出來的澄清就比較樂觀的 會直接抗辯的 但是始終有一類 這一類的專利的官司前身的話 都會擔心影響到他們的那個應運 也都是說向壞那方面想 如果最終那個官司真的輸了的話 可能牽涉到一些巨額的賠償 所以如果你問我的話 都可能等這個壞消息消化一兩天 或者一兩個星期等股價跌定了 才可以判斷得到 或者真的需要公司更加詳細的解話 現階段都會覺得 除了這個官司的影響令到股價大跌 令到我相信就是 之前有少少抱著出到第三個業績 即是按年或者按季都有一個增長的股價 由低位累計也都是彈高了不少的 可能去到這個水平 大家也都已經覺得那個股值已經不再吸引了 再加上這些專利的官司 令到它有少少覺得就是說 短期之內已經建了一個頂 可能很快又要跌回到 九月或者十月那時候的低位 嗯 現在這樣看 短線來看你就覺得 真的可能繼續被這宗官司 拖累著整個股價 可能還有一兩天要調整 不過如果我們真的再看長一點點 證如你剛剛都講到一些業績的情況 其實匯豐研究 看它又不算太悲觀了 它就說 就是之前第三季的收入 其實都是因為一些 譬如說新款iPhone季節性表現 還有其他一些產品的銷量 可以去推動 它其實都對於今明幾年 那個盈利預測其實它都算樂觀的 都調高了 雙型調高了目標價 13.8升到15.1這些位置 麥克 你看今次這個 真的有沒有能量化 譬如說股價真的可能跌到什麼水平 而且就說真的看長遠一點 它的業績來說 其實比起同業 你又覺得它可不可以提高一線 相對上我又不是覺得有一個特別的吸引力 其實你說第三季的業績 雖然是說比市場預期好 或者按季的一個增長 但是始終我相信大部份的因素 可能第二季度 因為疫情出來的數字是有影響的 或者基數比較低了 所以第三季度的營運純粹是一個復甦 未必說真的反映得到公司真的在業績上面 或者基本面上面已經是見底 或者是最壞的情況過了去 也都有些數字上也都不是一面倒是說向好的 譬如單價第三季 公司那個無利率也都按連是見得到收窄的 都反映得到公司的產品方面 或者是需求貨其實競爭都很激烈 公司才會影響到他們的無利率 剛才你提到匯控 雖然在子女行間報告上 子女行間對公司都很樂觀 但是其實出來的目標價 都是15元比現卡都還是低 所以我會覺得整體上之外 始終都是擔心手機行業的需求沒有以往 那個增長沒有以往是這麼高速 或者是這麼良麗的話 現在在那個行業有少少倒退 或者沒有以往這麼好景的情況之下 這一類的手機設備股 寧願是等一等或者等到直播率 或者股值更加低殘的時候才去想 現階段17元都是 剛才都說過了 其實由10月底當時那個低位反彈了 已經是不少了幾成的勝負 所以現水平我會覺得不是一個很大的 吸引力可以先觀察 但是17元去入場 我又覺得不值波樓 或者風險比較高 好 再等它回調多些才算 今天其實跌得多 還有一些車股 看看車股半天的表現 比亞迪就終止分拆 比亞迪半導體在深圳創意板上市 股價來說 低開之後 早段曾經輕輕倒升過 之後又要再曾經倒跌過2% 去到中午收市都要跌1.8% 還有一些新能源車股 跌得就跌勢更加深 小鵬去到中午收都在日中低位附近 跌幅去到9% 又看一看大行怎麼平整個行業 他說新能源車 其實見到11月頭2個星期的銷售 已經是有初步改善 但是他也提到 說部分需求復甦都是因為產品減價 而且就說因為見到部分有電池減產 都是顯示著 就說春年第一季 無可避免的銷量都是要向下 有些什麼股份可以推介一下 Motone他就選擇 都是要看有盈利增長的 譬如說比亞迪 未來小鵬這些 就說因為之前雖然拋售都比較多 但是都看好有這個穩健的資產負債表 還有訂單息額等等 Mike 你對這個 大家經常說這些新能源車股 雖然就說買到車 即是銷售有 但是毛利又或者市場競爭 才是最大關鍵 你看今天整版其實跌得這麼急 是什麼原因 還有就是接下來還是不是一個吸納時機 如果你問我短線或者中短線 其實整個行業的看法都比較負面 始終好像踏入了一個價格性的階段 你看著特斯拉一路減價 其他同行也都是要跟著去減價 就算銷量做到上來 但是看著數字都好像覺得買一輛車就駛一輛車 而且前景都未見得到一個曙光 或者真的可以賺錢 相對上可以說比亞迪第三季到出到來的業績 是OK的 或者公司是賺到錢的 但是又擔心股神巴菲特減持的因素 會困擾著公司的股價 所以我會形容為現階段 尤其是電動車整個板塊 可能中短線 我自己覺得都是比較淡一些 或者是負面一些 暫時來說都不宜佔守住 首先整個行業比較負面之餘 比亞迪還要受股神巴菲特減持的消息拖累 今天看到版面上 整批車股都是向下的 吉利跌幅至近半成 長城汽車廣氣跌幅至近3%至5% Mike 今天講過股分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謝謝Mike 分析 我們就先見 來到下午開始速報時間 港股早段來說 低開之後曾經輕輕度升過70點 之後都要再跌幅擴大 到下午現在開始回來 看到跌幅一直擴大 現在繼續在挑戰下試日中低位 最新行指數是18,086點 跌256點 看看科技指數表現 科技股也有份拖低市場 科技指數最新跌幅 挨近2% 做3,737點 看看國企指數的情況 國企指數最新跌110點 做在6,158點 看一看五大活躍股份 現在最新的表現 看到排頭為騰訊 收市後都會公佈業績 跌幅亦有所擴大 最新跌幅到2% 國外就在281.6 阿里巴巴同樣都有份拖低市場 最新跌1.6 就在77.4 盈富基金大致跌1% 美團的跌幅到超過4% 落到159.4的位置 看南方恆生科技 跟著科技指數跌幅2% 曼內地公佈了70大宗城市新樓流價 上個月按年要跌1.6% 這個跌幅是超過7年來最大 今天整版內房股普遍都有回吐 版面上兩隻就連續兩日都各自有些配股消息 繼昨天碧桂園之後 雅居樂今天就再宣布折讓近1.8%配股 見到股價今日要急錯2.3% 最新做在2.5毫一都是失手了配股價 碧桂園方面就昨天都公佈了要配股集資 股價方面未止跌 最新仍跌近1.8% 做在2.6的位置 今日表現最差藍籌 看看其他股份的表現 信譽光學就告瑞昇科技多間子公司侵權 瑞昇就說對營運沒有影響 但見到股價就越跌越多了 下午回到現在最新要跌近1成光外 做在10.8毫的位置 麥哥麗製藥旗下的喉斗藥 林創思彥就申請獲得美國藥監局批准 見到股價上早段曾經升股一成 現在升幅收窄到2% 先看到這裡 今天早上時雖然降股 前附近平 日子已有 traders 回来,跌势稍为扩大了,穿了今早的低位 今早最多跌过245点,只是稍稍穿18,100 最新都接近300点 最新做18,049,跌了293点 刚才跳跳,最低是108,39 现在是逆中低位,刚刚跳跳300点流上 18,000点手不手,转头再跟,成交1044亿 半天成交过千,成交继续活跃 好,我们就报了期指,看内地股市再问专家 即月份期指最新跌257点 比现货暂时还高水近20几点 轻微高水,总成交有接近8万3千张流上 内地股市总不走势偏远 以下午有没有跌多到拖累我们呢? 也不是很多,最新上证跌13点 其他几个主要指数的跌幅都是不足1% 找Michael 王敏蛇请教,Michael 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午安 一直找你出来的时候,眼尾都瞅着 18,000点关口有没有穿 没办法,因为外围大家关心地缘证局 波兰那里无端端有导弹射进去 有些就说赖俄罗斯,但俄罗斯是否认撕袭的 当然好的地方是什么呢?连美国总统拜登都说 这次的导弹都未必暂时看不到的迹象是俄罗斯军队发射出来 当然事情要调查,但是美国都说未必是俄罗斯军队射进去波兰 会不会令事情又没有那么差呢?等你判断 但是有些消息不是那么好的 内房那里继续有抽水行动 内地新楼楼价跌幅又比较大 内房物馆股今早早回吐得比较多 还要留意内地疫情升温 数字是多少?盈光莫写了不用说了 看看你的重点在哪里,还有事实不用再调整多些呢? 是,内地疫情反而是三个 当然地缘证局如果真的暂时都不是说 找到一个很强的源头,慢慢消化了 因为都预计了这些消息都经常会出现 当然对市场有一定的波龙或者震荡 但是不是说再继续越演越烈,恶化下去 我想又可以评定回那个情绪 当然这个亦都是最看回商品价格 美股和美元三者的变化,这个要留意了 至于你说内房,我反而又觉得不算 中性的消息,尤其是现在来说 多了一个渠道给一些内房股 如果能够成功集资,能够帮他们的现金流 当然也好看市场的反应 昨天来说,碧果仁的反应 我又觉得算不是,其实某程度会解决太差 今天如果你看看阿居落又做 但是股价跌穿了就比较不太好 但是起码... 穿了配股价嘛,是吧? 是呀,是呀,以股价来说就不是那么好 但对事件的推动,起码他们多了一个渠道 去集资 而亦都如果有一个承销能力的情况之下 那变成了帮他们在现金流解决的烟尾之急 我觉得其实又不是那么差,这个解读了 至于最后疫情,反而这真是难控制变化 因为究竟市场的情绪能不能再摆动 真是说,未来防疫的措施展望是有机会放宽 甚至是復上 如果这些消息继续出现,令大家都仍然很忐忌 是的,因为今天本来有消息不是说那些跨省油 内地跨省油有些松动的 是的,但如果疫情继续升温 究竟那些松动或者上个星期有些优化措施呢? 会不会真的再松一点呢? 可能大家都起码有个疑问 疫情继续升温近,始终都是吗? 当然希望中央都仍然有一些调整 不要一刀切,像他们所说的 但是可能问号都会有在 总结来说,比方向我们好,Michael 那个恒指呢,刚才都是碰碰万八而已 是吧?好东西,真的不穿 我们过去三天升2200几点 其实汇吐真的不多 是,算是撑得住了 今天我看到支撑的板块其实都变成了几个 比较落后一点的梯队 今天举个例子,我见半宙市 以恒指为例 主要可能都是部分的啤酒股 和本地地产股 和比较冷漫的基建股 那些去撑住 但是又反正来说,行先的梯队 有部分的以科技股为例 和那些内房股 其实的调整幅度是大 所以如果你说暂时 未有办法接力 那你休息一会,休息一会 休息一会,休息一会 都穿18000 我觉得其实不无可能 但是我会设定区间会较一点 因为都比较公平一点去计算 今次的升浪 差不多由16000点开始 去到现在 挑战差不多18000 那条数以计 就差不多2800点 只要如果能够守得住一半或以上 如果一半应该就是 差不多17200 或17300 那我都觉得整个升浪 或者都未破坏 当然现在是不是说 一口气要去到17300 很多都未必需要 但是这是一个新的区间的水平 就是17200和18000 如果能够守得再突破空间 再试回9月几个列口 甚至乎能不能够 升势可以这么好去到19000点 这个就可以再看看 近日其实一路升市 那个稳率都很好 是 想说什么呢 升的时候 成交挺配合的 是吗 就是过去两天 那个成交 每一天都是过2000亿 今天当然回吐 不希望成交大 今天成交都会弱 看一会收市怎么样 是吗 如果真的收市跌的话 成交又会不会 少过过去两天的升市 如果是的 通常都 代表那个上升的运动都挺好 跌的时候 又不是沽压很大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还有我们看9月RSI Michael 你经常看这个指标 就是盈光下面的一条线 其实都继续 动力指标都是偏强的 是不是 都没有走样 稍微回了一点 如果你前几天都叫做 跌过70 楼上 这几天就算落下 不是一个很强的 已经是率先回落 或者背持的讯号 现在来说都是说 去到接近 都是69 除非真是说 留意着如果真是 跌得快些 或者 比市众要急 这个就有个讯号 要留意市顶 是不是真是说 见顶的压力是大 暂时 信号都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站着65楼上来说 我觉得算是 合理 对升浪 再推荐上来说 是的 Michael 我只是想 看看你会不会说这样东西 是吧 对了 主要动力指标 与指数一齐上 对吧 对了 不要说动力指标 下面那条线 就向下 组断了 那就有个小小警号了 就怕事不够力了 动力指标 继续都是偏强 虽然就 有高位回了一点 我们说内房要说多一点 没办法 中午的时候 碧桂园 碧桂园服务 跌超过一成 最差南丑 第三位都是龙湖 龙湖都一度回7% 下午回来看股价 有没有进一步走样 都回 碧桂园最新的第四只 跌了16% 其实Michael要留意 碧桂园 中午的时候跌了一成七 都跌穿了昨天公布的 倍股价 就是2.68 其实很易记 因为我今早经常说 我怕我自己看错 碧桂园和瓦居乐 先后配股 两家都是2.68%去配股 当然 瓦居乐 今天一配股 就跌穿配股价 碧桂园昨天撑得住 但是今天 就跌穿了2.68%的配股价 我们仍然写了第一行 瓦居乐 股价回吐 第三行已经写了 碧桂园中午跌了一成七 内地楼价因素 说跌了10月份 楼价就跌了按年比较1.6% 七年来跌幅最大 我不知道 觉得是好还是坏消息 老实说 因为楼价跌 你可以说是 不是那么好的 正路计 但是 又反过来想 中央又会不会说 楼价真的不行 可能有东西多些措施 只要是市场任你全息 让你帮我们总结 好吗 都行了16招 但是你那些 出招的 效应 反应应该 不是那么快看到的 所以你说 都可能要一两个月 或者审查一季之后 反而 真的 这个70 大中城市 的楼价 都是一个 挺好的 继续一个 导航的指标 因为政策现在真的进出的 刚才我都说了16招 再加上之前 叠加的一些项目 就是 许佩饮 但是反而反过来 真的能不能够 解决 帮到很多内房方面 真是现金流 由现在 紧缺 去到稳健 真是在卖楼方面来 能够 比较 之前成熟的阶段 这个都仍未见 所以 卖楼一样的 Maker 大摩有份报告 他说10月份 卖楼整体 他形容为继续疲弱 很多指标都差个预期 无论你销售面积 销售金额 还有 卖地的 金额都是跌的 平均的 主要内房商 头10个月的销售 平均跌4成6 后市担心什么 担心疫情 比较总结我们 为了 卖楼最重要 内房有货 没有货怎么做 没有货 现在这一刻 当然不要追 但是有货 既然这阵 但是 不知道水位是什么时候 平均难说 什么位置去买 但是 都适当的时候 如果觉得 基本面 今天 或者这两天 那个 配股 其实都看到反应 跌穿了股价反应 都是温馨提示 要去减一减磅 如果之前追了的朋友 未追的 我就觉得 不一定需要 现在这些位置 看到 好像表面 好像好可观似 但纯粹是一个 急跌之后的 借势反弹 基本面 正如刚才所说 最终真的要看卖楼 卖楼的成绩 不得 未改善 或者 连投地方面 都不那么积极 其实整个内房管 不是一个 具备中长线 投资价值的 板块 是 那些政策 最近的 16条 可能都要时间 酝仰一下 是 看看 刚才公布 销售数据 10月份 未出政策 是吧 看看出了政策 之后 我就会看看 11月 12月的数据 有没有 好吗 多谢Michael 我们回来 答问题 来到息事密博时间 港股来到下午 十多分钟 跌幅曾经扩大 超过310点 低位落到18,031点 现在跌幅就收窄到200点左右 看看科子成分股当中的升跌比例 见到七成的科子成分股都要跌 只有三成又得升 看看有什么最差的科子成分股 瑞星多家子公司就被讯语控告侵权 瑞星就回应说正是寻求法律意见 并且都有充分的抗辩理据 没有影响营运 不过见着股价 下午回来跌多了 最新已经跌幅 去到一成过外 已经失手了10天线 数据下去 明元云 都曾经是再失手 100天线 最新仍然跌幅 去到9%过外 数据下去两只新能源车股 小鹏蔚来 跌幅介乎6%至8 金碟国际都要跌半成过外 有什么好些的科子成分股 见到万国数据 曾经升过1成4 曾经触及过50天线 见到股价方面 就跟着大市升幅都有所收窄 最新升7% 先看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是乌克兰射出来的 当然乌克兰无端端就不会射波兰 而是昨天遭受俄罗斯的攻击 昨天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射了百枚导弹 很久未试过全面攻击乌克兰 乌克兰要抵抗 所以有乌克兰射出来的导弹 居然落入了波兰的境内 我们当然要进一步跟进 问求证是否这样 但消息出了之后有一件事有反应 就是美股期货又跌转升 大家不知道是否全识为俄罗斯脱烂 可能真的不是俄罗斯射出来的 对于地缘政局有否稍微舒缓呢 大家再进一步观望 恒生指数去到18000点边缘 没有跌穿的 最新又好一点 最新跌222点 其实都很厉害 我们三天之间累积升2200多点 今天最多都是回300点左右 最新跌幅1.2% 内地股市继续偏远 十大会的港股我们都未报 再补报给大家听 时间来到1.23分 排第一位就是在收市后 派成绩给腾讯 其实这个都是重要因素来的 那腾讯业绩究竟是会怎样呢 大家期望就不高了 我们日前跟大家做过预测 最新估计跌了5元 今早上升过来 曾经是带动市场 都升过70点 盈富基金走势稍微偏远 跌了1.07 阿里巴巴跌7.07 78.2 美团回得多些 回了3% 南方恒生科技 跟科技指数走 跌幅超过1% 看看6至10位有什么好东西 这本全部都是红色的 6至10位都是 恒生中国企业 跟国企指数走 跌了1% 平保回3毫指 碧桂圆跌1.5% 刚才提到2.68 配股价一度跌穿过 港交所都回了2% 碧桂圆服务跌1.1% 去到17.4% 其他主要南筹股 看一看 看到现在全部都是红色的 这本只有中移动企稳 49.45 逆市升1.5% 这版本比较多 都是港交所跌了2% 找Michael答问题 Michael Hello 大家好 几位家庭观众等你 张小姐 欢迎你 喂 你好张小姐 可以问 我先中的 中小姐才是 中小姐 不好意思 我有时登记听得不真 111 111 你买了货没有 2个社买的 现在是否要先禁止它 好 2个4买 现在是2个6毫多 有些钱赚 Michael 割不割和青 我觉得可以考虑 因为今天似乎 升势的动力都一样 你是不是可以 一路一路 好像其他 比较上 近期的领像板块 去行 再升得多些 其实它行得慢 始终 我想虽然说 都叫做新能源 但新能源之中 你说对核电方面的消息推动 就未必是那么多 你既然真的都那么好 是2个4毫多买 现在都有差不多 超过10个种升幅 起码走一半 另外一半 因为RSI 现在还是71 看看有没有机会 再 等它再飘多些 例如去到 2、7、半 那些位置来说 我想才考虑是否先禁止 但是去到这一层 我担心 动力自己都虽然强 但你说是否可以 去到更高的水平 这个可能 都要行得慢 这个看你自己的心态 我觉得先禁止一半 另外一半 等它再飘上去 可以再高一点 这个位置 再减少了 近期上来 Michael 好像又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消息 我看到他刚刚公布 10月份的发电量增长半成 不过这些都正常计 都不会对股价有很大帮助 是吧 所以可能我怕他偏远的情况 所以我就觉得 反过来 除了是现在这个价位 我觉得先禁止一半 反而反过来 如果真的上不了 再下回到第二个离场的位置 我觉得应该都可以 摆到两个半 如果再反过来 是不升 反再反跌 再回到两个半 那你都可以 我计算是先吃了壶 再等下机会 或者第二只股份 找机会 是的 其实现在大家 看的图多 Michael 他低位带上来 其实大概 两个八到 两个八十多 亦都一百天线附近 都好像比较多蟹货 在图中间那一层 是吧 是的 虽然R3是强 但其实他走得慢 还有我们说的 好像不是太多的政策 对过股也好 或者对整个板块有些新的消息 是的 好的 多谢你补充 越问越清楚 看着Michael给你的价位 去做 分段减持永远都是最好的 是 我们找一下李小姐聊天 欢迎李小姐 是 李小姐你好 你好 839 9个半 还有没有再升 有什么价位要先走了 麻烦 好 好 现在就7.54 是吧 839 Michael 教一下路 今天好像估价都弹得ok 但如果没有搞错 应该和他买入的价位 都有一些距离 还是 但是值得再等的 消息面就不是太多 但是技术走势的分数都还很高 我们有时两者去看 你看看 除了一路抛来十天线很远之外 他现在挑战二棒十天线 就是说一个势头来说 慢慢都是比市场走得强 而且RSI说去到80 就是我们看报纪资讯没错 那变了那个动力再反弹上去 都虽然慢慢是超卖 超卖 超卖 sorry 但是未备持 所以我建议都看下可不可以再拉回 再上少 或者站稳二百十天线 到时再打来 找回我们 再看下是否应该获利 未 但我 因为你见到九个几 你的成本价是慢 我都希望你尽量可以再弹高一点 拉回才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短期我觉得 应该还 如果现在这个水位 起码 我觉得可以有机会有 接近一元的水位 可以有机会再弹上多一点 你才考虑 如果你获利 如果再看一元 如果再看一元 即是在看六月的时候 它有两个位 八三九 就介乎八个半至八九 是 没错 可以再看回 我觉得可以再看回到这些水平 即是慢慢一路破位 而又站得住来说 你才慢慢脱落都未迟 好 最新又是没有什么特别消息 不过问题 市好回 好残好残的股份 都轮着来 叫做升回下 对不对 好 我们又找张太聊天 张太你好 五官我想问多次 一天我十八个几买 会不会带到二十二元呢 十八个几买 你问什么股票 十三个和王依羊股 和王依羊股 是吗 十八个几买买 不好意思听不清楚 十八个二 十八个二入货 现在就十八个六 那你买了很久 还是刚刚入市 入市 入了没多久 入了没多久 想短炒吗 想长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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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同了 要衡量基本因素 是是 我想多问你那十八元 是近期反弹上去才追 还是其实差不多 是近期买的 近期买的 近期买的 OK 好知道 我想中长线 因为其实业绩都比较反复 当然它比起同业的优势好些 其实它分别都是在不同的地区 都切有真的制药的中心 都有生产地 这个是在地区上的投资方面的拉乎 但之前出的业绩都比较反复些 这一层我觉得不要拉得太远 如果这一层暂时都叫微利 18个多上车 你就算拉高的 我想先看一步步去看 去到我想21个 或者21个半 或者21个8的位置 至于向下的都要想回 不要只看上去 18元买 其实都已经人家的低位 12个多的弹了上来 其实都不少了 如果真的跌穿10天线 或者高少了 例如16元那些人来说 你就离场了 好 近期它在美国都有上市 股价都大得很厉害 还有一宗新闻 如果你作为股东 应该值得留意 因为它原来集团宣布 策略方面有改变 那做些什么呢 说专注是开发最能够推动近期价值的药物 即太远那些就可能有些不同了 即比较能够容易 短期内已经提升集团价值的药物 就多些做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看看是否可以帮到股价 其实今天都抽过上去 最高做过20个6才到头 找个机会再说 够了钟 有没有拿着刚才聊过呢 刚才说的 股份本身没时间 我试咬着18,100 回来再跟 好 一字财经消息 我们楼价跌势持续 按年跌幅继续是超过7年以来最大 有分析认为 随着政府出台更多利好政策 相信内地楼市明年将会逐渐回暖 国家统计局公布 10月70大中城市新楼价格 无论按月和按年比较 下跌的城市数据都超过50个 四大一线城市新楼价格全部按年都录得升幅 但按月计深圳和广州楼价下跌 路透根据当局的数据统计 主要城市新楼价格按年下跌1.6% 年跌6个月 继续是自2015年8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有分析认为市场憧憬防疫措施进一步放松 加上近期监管机构积极出台政策 稳定楼市 相信整体楼价明年下半年有望好转 不过他认为内地经济放缓 估计楼价今年仍然有下行的压力 无线电视卢佩欣报导 融创中国的清盘诉讼押后 根据彭博报导 香港法院在这个星期三决定 有关融创的清盘诉讼押后至明年6月14日审理 报导有引述消息人士说 融创正和财务顾问中金公司商讨 制定境内债券延期的重组计划 但截至今个星期二 计划仍未敲定 融创的存続境内债券 以及相关抵押债券 规模超过150亿人民币 本港一个月银行同业刷息连升三日 H案主要参考指标的一个月刷息 最新报大概3.29厘 以刷息加1.3厘计算 名义按息超过4.59厘 高于主用银行的3.125厘的封顶利率 隔夜刷息连续第四日上升 报大概3.44厘 反映银行资金成本的3个月刷息持续上升 最新报超过5.05厘 财经消息看到这里 休息一会儿 日治搞夜现场的时间 港股下午回来跌穿了我早上的低位 下午回来低位都试过万八点水平边缘 一度跌幅去到310点以外 这一刻港股跌220几点 暴在18118点 成家方面超过1,182亿 更进下科技指数 最新跌幅超过2% 跌77点 暴在3736点 湖地港股的情况都提提 腾讯排在头位 早段曾经升过药幕3% 下午回来转跌 早段已经要转跌 只是下午回来跌多了 去到2%过外的跌幅 暴在281个月 仍富基金要跌2毫以止 阿里巴巴跌1%过外 美团跌幅去到4.4以外 暴在159元 恒新中国企业跌8.8 暴在62.3毫 第六位是跟着科技指数 南方恒新科技 跌幅超过2% 而平保方面 下午下跌幅 下午跌幅都扩大到1%过外 暴在43.6毫半 早段都见过一个月高位 看看碧桂园 连去计资金 碧桂园服务 两只都跌1成以外 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两只 现在碧桂园方面 2.7 1.5%过外的跌幅 碧桂园服务跌超过1.2 现价17.24 港交数方面 跌幅超过2% 最新有跌在302.4的位置 汇丰控股跌5毫半 跌44.1毫半 有帮跌3毫子 中移动靠稳 煤气方面偏远 A股的情况也看了 A股的上证 跌14点 跌3,119点 而创业板指数 最新有1%过外跌幅 现在都在压近日中低位附近 搜到2,400的边缘 跌26点 撥在2,405点 沐心300指数跌31点 撥在3834点 焦点股份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 有几只 先看一只腾讯音乐 第三季多赚4.3 见到静利润方面 有超过10亿人民币 今天股价组段 曾经都抽升过3.3以外 现在这一刻 仍然有2.5%过外的升幅 跌21.9毫 股价在香港上市以来的高位 第二位的京信通讯 申请在新加坡政交所那边的主板 第二上市 帮到股价今天来说 跌近2个月的高位 以客到升有半成过外 跌1.3毫7 和金山软件 第三季由营转规 涉超过60亿人民币 不过股价来说 曾经金山软件 曾经见到差不多3个月的高位 亦都试过250天线的位置 不过现在这一刻 升幅都大为收窄 升不足1% 升一毫半指 报在26.4 高阴零售方面 中期业绩营转规 亏损近6,900万人民币 去年同期来说 是赚到1亿1千万人民币 看见股份高阴零售 现在最新都可以升到6%过外 看明创优品 早前公布季绩之后 股价做好 今天在见了在香港上市以来的高位 现在这刻都升近1成7个外部 在20.9毫半 车股都和大家跟着 车股大致向下的格局 比亚迪有消息 就是终止分拆比亚迪半到底 在深圳那边的创业板上市 早段股份曾经略为有得升下 不过下早回来跌幅扩大了 现在跌2%过外 步是191.4 吉里亚长气方面 都有半成过外跌幅 至于造车的新势力跌得多些 有只小鹏汽车跌超过8% 暴跌34.8的现价 谈完手机相关股份 尚与光学控告瑞星科技 多间子公司侵犬 看到瑞星科技 下午回来一度跌多了些 现在也有借近一成跌幅 股价跌穿了10天 现价暴跌16.9毫 节目时间差不多 多谢收看 来到支付锦囊的幻子 今天又要邀请Andy上来 讲一下资金流向 又要多谢你 不如今天就跟进 之前用美股开始讲起 美股我记得上个星期 你特意和我们讲起一个标志 曾经出现的 向下假突破的形态 那时市场已经开始关注 其实会不会是一个利好的讯号 因为见到假突破完之后 好像有反弹 当然今天要再跟你跟进这个形态 好像现在看图表那样滑上去 是进一步确立了这个利好的讯号 是的 今次用个标志给大家去看 就是说 曾经真是9月10月的低位 是做了一个假突破 反过来说 假突破其实是一个利好的讯号 越来越确定 随着上个星期 你可能见到很多通胀数据 或者昨晚的PPID数据 是开始利好市场气氛 你见到标志就一级一级 慢慢试上去 就是现在画了给大家看 那条橙色的下降轨 就是大概4100点附近 但是标志 其实大家都可能 我补充一点 就是今年叫做跑输美股 就是导指 就是如果你看导指的话 我们上一两次 都给大家看过 导指有资金入之外 其实导指已经突破了一个下降轨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 用几个角度看看 究竟会不会 其实美股是越来越确定 之前那个向下的假突破 是的 其实如果从标志这方面看 就已经暂时 好像 你好信号的信号再明确了 希望自己再 下次再找你一起跟进 看着形态 就更加明确 到时就应该看到 美股似乎可能做好了 不如我们就转一转的话题 就说一说 其实现在的资金流向 究竟流向到哪些类型的股份 上两个星期 那时你已经提到 那些钱 正在进入去 旧经济类型的股份 这次好像也不止去那边 看了一些 就是美国小型的股份 其实为什么你说 那些美国小型股份 资金突然会突然 轻入这些股份 那其实有几样东西 那首先大家都会知道 背景就是 大家看到今年 美国都是一个高通胀 加息的情况 再加上强美金 那变了呢 大家就会去看回 跟当地经济 比较敏感的小型股 就其实反而可能相对受惠 就是例如一些强美元的底下 其实他们可能 买东西便宜了 来货便宜了 他们又没有什么外汇 那个损失的问题 那所以小型股 都是其中一样大家会留意的东西 二来就是 其实大家 在美国那边的市场 除了吸纳 好像上次提到 一些旧经济股之外 其实这些小型股 都是属于今年 它们开始 重头觉得有个 价值投现的情况 因为其实小型股 是早过美股标普500 早了接近年多 是开始回调 而且它在9月10月 是没有穿底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会见到这一张图 IWM就是追踪着罗素2000 就是我们经常都说 美国小型股的ETF 你看到橙色条线 这段时间都是 开始有钱重新去流入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会不会当中 有时我们会提到 有些高增长股 其实有时会 在一些小型股里发掘出来 就是罗素2000 ETF 我们现在在反映 就是在反映 一些小型股份的指数 在这张图表里 看到资金流入下去 刚才有一个点 挺有趣的 你说到 其实那个比汇因素 比汇强 最近大家看大企业的业绩 经常都说 不行 美国很强 搞到我们做不到海外业务 或者有些会对损失 反而刚才说到 这个点挺有趣 反过来想 就是因为他们小 没什么会对 甚至买货 都便宜了 这个也值得留意 近期现在市场 正在青睐的股份 正在望着的股份 已经不止传统了 小型都留意了 好像感觉现在 现在美国市场 有没有想象中 有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之前有害怕很多 是 我猜最重要 大家会看到 这段时间 可能有钱 愿意留入去罗素2000 但是刚刚这几个礼拜 大家对于衰退 风险的感觉 立刻突然低了 所以立刻有钱 去留入这些 就是进攻凝点的指数 好 进攻凝点 有很多个主题 不知道算不算 感觉上 不是很传统的东西 就是新能源 算不算进攻也要问问你 因为新能源 感觉上 这个投资主题 没有过一段时间了 好像冷却了 但是近期 大家有看新闻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即使是27 最近开会 又开始提出 可能有些 关于环保 气候的一些政策目标 你帮我们准备了一张图表 就是反映一些 新能源相关的ETF 资金好像又回来了 是否炒到 我觉得是炒到的 因为其实有几样东西 就是慢慢 从过去几个月 跟大家说 有些东西慢慢逐步发生 就是我们会见到 新能源 其实在今年第二季 已经见底了 另一样东西 它又是属于 叫做 预先调整了一年多的板块 所以 很久没有人提的了 第三样 就是因为 其实新能源 都是属于一个 色力敏感 以及都是属于 一个偏进公盈的板块 现在这一刻 可能你说五年后 这个成为必需板块 但是 在这个角度里面去看 你会见到 今次COP27 其实说的内容 真的会比起去年 更加落地的东西 就是说是怎样推动的 所以为什么会在这段时间 经历完十月的调整之后 现在的钱真的重新抄底 下去COP27 相关的一些提材 如果ICLN 就是一只全球里面 以新能源来说 AUM最大的size 的ETF 所以你会见到 橙色条线这段时间 流入去 都是代表着这一个情况 是 这方面 这张图就显示到 资金流入去新能源市场 这个想带给大家的讯息 就是这个 另一方面就是 另一张图都是说新能源 刚才你帮我们已经 口头说了 那些主题 相关的主题 长线调整 好像有一种已经完结了的感觉 不过说真的 这个板块 刚才你也帮我们说了一句 就是说 其实还是比较 类似近公盈一些 说真的 资金都愿意去重投 一些比较近公盈的部分 所以刚才说 今次COP27 讲的内容 确实了 但是也不是代表这个板块 是不刺的一个板块 刺的 都还是刺的 那是不是都发现 诶 市场气氛 再进一步好了 那些资金便愿意去试 即风险来说高了 是 会是的 首先大家 都会 大概会知道 通常如果气氛不好 大家就不想要一些太波动 不想碰 是的 因为这些真的可能是 市场移动1% 可能移动2-3% 是的 所以通常会是气氛好 或者是代表一个政策面 或者叫做 可能有些宏观面 正如刚才我提到 跟息率敏感 那息率都是其中一个 最近回落了 即十年期的国际息率 都回落了不少 那这些都是对于整个板块 可能有个叫做利好的作用 OK 那气氛好了 其实刚才说到 不论你说美股好 黑小型股也好 传统经济股也好 以至到这个 终于又拿出来说的 新能源题材 气氛好了 不过真的 坦白问一句 气氛好还是好 但是真是要 你当追进去 或者是 我们跟着 因为有时跟着资金流 就有些炒作空间 其实你比较建议 是选择哪一类的资金流 向走呢 我自己觉得 我会喜欢用几样的 即是 用宏观面的资金流去看 就是刚才会提过 有时会看一些美汇 就是之前都跟大家用过去看 究竟那些人唱到 即欧洲很差 是啊 是不是说碎信件事 是不是会推倒整个环球市场 我记得 都在这个节目都跟大家看过 是 沽欧元和沽欧洲股市的 ETF反而是资金流出的 所以我们有时会是 很视乎是看下 那个新闻 和市场的反应 所以我会是 简单来说 当然一般的大市会看 但是你说 如果去到一些 特别的新闻消息的时候 就真的特别 当着某些的ETF 相关的ETF去看 OK 那现在都列了 版面上 不同的市场的股市市场 近期的资金流向 其实现在看到欧洲股市方面 正如刚才所说 还有一些流出的情况 美股就继续流入 但是我想这一刻 大家双眼比较关心 就是最后那一项 就是港股市场 过去一个月 的确看到资金显着流入 但是一个星期 又只流出 有点害怕 有什么启示 我自己觉得 最重要是维持 就是中港股市 其实过去一个多月 整理来说 钱是流入的 甚至一两个月 都明显是流入的 你说短期 是有少少流出 我觉得不奇怪 始终有少少 profit taking 再加上始终 市真的打得很急 就是我们都会听到 很多行内的朋友 其实都估不到 今次升得这么快 所以简单来说 我会觉得 现在似是见底的 就是好像之前 开始走过横行的了 我们之前有说过 中资股 就是中港股的 K-Web 就是中概股的 ETF 今次 就用一只 追踪着 MSCI香港指数的 ETF 就是EWH去看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只ETF 主要只是投入 本地股 例如它第一大的持仓 是AIA 占24% 接着就是港交所 占11% 很确实看到 本地经济的情况 是的 你就可以看到外资 是怎样看我们 其实是想不到的 这个真的想不到 其实在市 未到真的见底的时候 那些钱已经进来 是的 当然它都捱了千多点 曾经跌了千多点 但是又再升上去 可想而知 就是开始有些中线的钱流入 因为我们看着恒指的话 我们都会看 其实现水平是开始有少少 蟹货区的压力 18,400 是的 但是暂时去到 就算昨晚去为止 就没有什么 怎么见到 那些钱有流出的动作 是的 即是没有什么大钱流出 应该说 所以我们会觉得 看来这些是一些 中线部署了进来的钱 是的 好像为什么说 是有中线的感觉 就是因为 它流入的时候 你看到下面的那条线 那条线 其实就是看到 没去见底的时候 那些钱是突然涌进去 是 这个港股 是的 半年是没有进过来的 是的 半年没有进去 突然那一刻进去 就已经是 咦 有些转小了 可能他们看东西的观点 已经不同了 是 之后就 他们当然就惨了 那只捱到 一万四千多 那只捱完了 现在就叫做 弹回上来 不过 这个图表 就是 橙色那里不是直了 升了上来之后 直了 没有变动 那是不是纯粹是 没有流入 又没有流出 这样的意思 现在用这只ETF来说 用这只ETF 是的 是的 但是最少会是挺重要的 因为 如果你说用最恒指去比较 就原本一万四千多 弹上来 但是三千多四千 还要去到海货区 那些钱没有那么快流出 即是没有那么快获利 是的 令到我们会更加觉得 整个动作的部署是似 一些中长线的指定 预早来捞底 是的 就是他们不介意 最后我都会洩 即入场那一刻 我有机会还会洩给你的 但已经觉得很直博了 就会更加像一些 长线思维的感觉 OK 就是起码这张图 就给大家一个感觉 就是 你不要说 不停留着有钱流入 但是是一个信心 确实资金 是慢慢地 预早部署了 看好我们 即是香港市场 那今天 如果大家敢看ETF 那一看就不够贴身 拿着恒指图出来说 那其实如果 以恒指图来说 就是 你说分个大趋势 即是大趋势 中期趋势 小趋势 其实未摆脱 即是大趋势 还是一个很显著的下降轨 不过就感觉 现在 略有一个转势 那这张图 你帮我们画了 一个下降通道 是 其实怎样去衡量 是否纯粹希望 薄电花的通道 还是突破的 其实我自己会觉得 开始去到这些水平 甚至下降轨 这个三角形 这大概是1000点 其实很大蟹货 即未必那么容易破到 那我自己觉得 不会那么心急 你短期真的升了那么多 我觉得有获力回到合理 是了 最重要 我自己看过大幻行 开始是 你当主要 可能会来到一个区间 就是1500至1800走先 是了 你在这陪回多一会儿 然后你再下一波 再抽穿整个下降通道 那就会漂亮很多 整件 你当主观愿望 希望它是这样的 这样就好些了 但那个位置就是 你这个主观愿望 就是等未来几个月 你当下年一、二月 就会显着突破 就是我们用通道 这样画上去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的 如果这样走出来 但是现在说真的 二十多秒时间 那基本因素 够不够支持 那基本因素 我会说过 之前是很便宜 现在弹得那么急 又开始变得不是很便宜 就是去到合理水平 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看着人民币 或者美汇的指数 会不会慢慢可以继续利好 好 那望美汇 望人民币 都是继续在港股走势 那我现在跌了133点 好的 多谢Andy和大家 聊了那么多 休息一会儿 92013 guidance 560 550 920 950 950